也好,欢迎收看12月13号大华联地方新闻,我是吕慧 华联县政府13号上午在中正古小举行了110年 华联县所属学校无预警防灾演练 随机充选以地震为主轴搭配了停电火灾等复合式灾害进行防灾演练 期盼透过实际操演能够强化失身灾害应变能力 有见华联0206地震以及今年地震频繁 复合式灾难发生的几率相当高 华联县府13日上午进行110年 华联县所属学校无预警防灾演练 初选演练学校分别为北区中正国小及中区凤林国中 当天随机指定演练情境进行演练 下午事报告 各位同学刚刚发生大地震 请不要慌张 第一个阶段我们的谈点我们的人的清查人数不够确实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自救救援的能量 等于说我们的保健室我们的护理人员对于伤者的判断 以及通报 这个部分可能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 虽然今天是演练 但是今天是不预期的 我们也不晓得今天会到中正 也不晓得今天要哪一个情境 但是当真卫在选题的时候 我希望把复合式的灾难把它责定进来 让大家能够一次一次的演练 可以有两个部分的注意 县府随机抽题 而状况发生 失身就地采取避难掩护 把握趴下掩护稳住三要领 并由学校災害应变组织指挥官 统一下达书上指令 安全防护组回报 中墙楼一楼有一名学生 中墙楼收到 这个已经是我第三次来花莲 参加无意境演练了 那因为花莲的演练其实做得非常的扎实 所以我们会希望 比较从更多的细节里面去看到 未来可以调整的一个方向 那我从整个今天的流程 我大概就顺便来讨论一下 今天整个的细节 第一个其实今天现场抽的那个情境 其实非常的复杂 它其实是虽然是我们在情境二 但是它其实是有点复杂度的情境 各位先想一下 我们现在最重视的事情是 我们先把情境想对了 才知道后面要做什么事 不然各位会像以前一样 反正就是大家就就地掩蔽 然后就疏散就结束 其实现在我们要推的叫聚災型的演练 也就是大家常常讲一句话 如果那个地震大到连花莲人都会怕 那地震一定很大 我们就是在准备这种地震 在为这种地震做准备 所以我们想一下 以我们学校校舍的状况 以今天的这种地震的强度 我们学校校舍 有没有可能造成破坏 演练结束后 第三次来到花莲参加 吴玉景演练的王介聚教授表示 演练就是为了要找出问题 而不是一个指令一个动作的完美演出 此次吴玉景防在演练相当扎实 期盼从更多细节看到未来可以调整的方向 平时建立好防灾意识 多一份防灾准备 少一份灾害发生 落实在日常生活 危机时刻才能确保自身安全 介绍长帮演华林士报导